那天上午十一时 伴随着黄埔江畔 一声洪亮庄重的罗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终于率先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宣告诞生了 魏总今天我们特意的拿来了一件 你特别特别特别熟悉的物件 请看 那口罗啊 你好熟悉它吧 交易所开业的时候 要有一个标记标志 什么叫开业的呢 注意到美国的交易所开始 当一下敲一个钟转 后来我们内部研究呢 就是说用什么办法来彰显这个开始 那时候我们就敲锣 1990年12月19号 就在我们这栋浦江饭店里边敲响 它不仅仅意味着一个证券交易市场成立了 真的是中国的金融经济体系的建设 拉开了展展新的一幕 个人感觉到我们这个法制建设 就是两个方面呢 实际上是最彻底的最通透的 一个呢就是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 因为它涉及到千家玩户 利益这个信息相关了 所以为啥他们硬是杀出来这么一条路 而在1990年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制度 1990年的时候我们竟然实现了的是 全球第一个在证券交易所里边的电子交易 所以五指话呢是我们魏总当年的 这个突发奇想也是做成的 这个我现在感觉非常不容易 当时当魏总提出五指话的时候 你们怎么想的 你们觉得这事能行吗 当年呢实际上都是感觉到不可行 法律也有冲撞 对吧 还有看到国外的什么 也都是有的 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这个魏总的坚持 你看魏总刚才说 他说他个人对电子产品没有特别的爱好 没有特别的兴趣 但并没有影响他把电子交易系统 引用到他事业中来 对 这恰恰反映了一种开放的心态 而改革开放再出发 离不开这种心态 你不要因为自己今天的这点经验和见识 就束缚了你对趋势的判断和选择 因为自信有了这种开放的心态 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习惯去拒绝或采拿一件事情 对 这恰恰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 这一种宝贵的精神 嗯 感谢观看